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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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他在蜀汉时期呢 做官阁令史 后来到了西晋 他做到智书玉史 所谓智书玉史呢 就是主要管理国家图书馆 他撰写三国志呢 开始于274年 但是什么时候完成 这个没有定论 当时人呢 就称赞他善于叙事 有粮食之才 相传的当时有一个叫夏侯湛的 夏天的夏 侯王的侯湛 湛江那个湛 说这个夏侯湛啊 他正写了一部魏书 写到一半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陈寿写的三国志 他看了之后呀 他自愧 他觉得自己写的魏书太差 那就把这魏书烧掉 可见呢 这个三国志在当时呢 就已经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到晋慧的元康七年呢 这个陈寿去世 他享年65岁 下边咱们再看一下 这是他的编转方法 三国志呢 他分 分为这个魏蜀 无三部分 就是魏书 蜀书 无书 他没有表 没有志 全书呢 一共只有65卷 他的记事上起 汉县帝 建安25年 就是公元220年 下到 吴末帝 天祭四年 就是公元280年 就是西纪灭无的时候 所以呢 他包含了 魏蜀乌三国鼎立时期 60年的历史 是纪传体的分国史 所以在 这个二十四史中呢 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种 他还有一个特点呢 他就对一般成疗的传记呢 他不标类传名义 就是没有什么循力传啊 宁性传啊 患者传啊 等等这些名目 他直接的就说 写谁谁的转谁的转 这是三国志呢 不同于史记汉书的地方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 他的优缺点 他的优点 第一 全书前后贯穿 事不重复 所以呢 前后矛盾的地方呢 也很少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包含了 一些很珍贵的史料 比如 有关五斗米酱 华佛 还有古日本的情况 在这个三国志里边呢 都有 比较详实的记录 这些记录呢 都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 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说 他的议论 很有眼光 比如对曹操 孙权 刘关璋的评价 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也是相当正确的 他的缺点啊 就是他的这个 叙事过于简略 咱们刚才是三国志 他是未属三个国家 他加在一块 才六十五卷 所以这个叙事啊 太简略 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对魏晋 之间的这个 改朝换代的情况啊 他多有隐晦 不敢直输 这也是必然的 因为他 他所在的那个 朝代就是西晋 那他对西晋 开国的皇帝的情况 他当然不能够 因为咱们都知道 这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这个司马昭 就是代替着魏 建立西晋的这个人 那他对这个 对这些 就是西晋的 开国的这些皇帝 他当然要有所隐晦 不可能说 并不只是说 那并不只是说 他可能也得被杀头了 那么刚才说了 他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说他过于简略 所以呢 在他这书 这个在陈寿啊 就是说在他的作者 死后一百三十多年啊 到了这个南北朝的时候 宋文帝 南朝的这个宋岐良臣 这个宋文帝啊 就在公元429年 命令这个 一个叫裴松之的 为三国志做柱 裴松之呢 他自世期 就是世界的世 日期的期 他是山西文喜县人 他曾经担任国子博士 勇家俊的太守 等职位 他这个为三国志做柱呢 和以往的 重在解释文字的柱 不一样 他 对这个三国志啊 做了大量的补充 所以呢 原来一直传说呀 这个三国志的柱啊 比柱文呢 比三国志原文要多好几倍 但是根据 就是前十 前十来年吧 有两位学者先后 对这个三国志柱啊 不说是挨着字的数吧 也差不多啊 就是按照他这个页数 进行计算 把三国志和三国志柱 都进行计算 这样发现呢 说他的这个三国志柱 比三国志多好几倍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他确实 但是呢 他也确实比原文还要多 这点是对的 但是没说多好几倍 这是原来的俄传 但是这种俄传是怎么来的 现在这个也就不好考察了 是不是他 他原来他真是多好几倍 后来那多好几倍 内容又失传了 也不能完全排出这种可能性 那么由于这个裴同志呢 他所引的书呢 大部分都失传了 所以这个裴同志的这个柱 对三国志做的柱呢 它的价值也非常高 所以呢 这个裴同志的这个柱呢 也成为我国古代四大柱书之一 比如这个水晶柱啊 文选柱啊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咱们这个三国志柱 都是这个所谓四大柱书 那么咱们要学的是 让宪自明本质令 这个作者呢 咱们在座的恐怕都比较熟悉 就是曹操 曹操呢 是就是三国时候 魏属吾的这个魏的这个君主 曹操的生族年 是公元155年到220年 曹操自孟德 是咱们都知道 他是配国侨人 就是现在的安徽柏县 这个脖子就是 丝毫的毫子 比现在毛子少一横 安徽柏县人 他是东汉末年的丞相 封魏王 公元220年的曹操称帝 追尊曹操为五帝 所以曹操在世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 并不是皇帝 他只是 就是三分 就是三国之一的 这个国的这个首领而已 因为当时呢 也还是把汉朝尊为天子 在公元211年的时候呢 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 当时孙权刘备 一方面联合抗曹 一方面 他们都攻击曹操呢 想自立为皇帝 所以呢 曹操呢 颁布 这篇文章 他借着退还 汉县帝 加分给他的 三县十亿的机会 历数自己的经历和报复 以此呢 对孙权刘备的政治攻势 予以反击 所以呢 这篇文章 既是研究 东汉末年 社会历史 和曹操一生 一生经历的重要的史料 因为它是等于是字述 好像是自传一样 又是一篇 文笔简练 说理清晰的 优秀的嗓文 这篇文章呢 是选自三国志 卷一 五帝纪 就是裴松之柱 尹的魏武故事 就是说这篇文章 在三国志里边 并没有 承受的三国志里边 并没有 而是裴松之做柱的时候 他从这个魏武故事 是另外一本书 这部魏武故事呢 里边写了好多 就是和这个曹魏 有关的事情 他从里边 这篇文章呢 就是在这里边 被记录下来 所以裴松之呢 看到这个呢 文章很好 所以就把它 这个全盘 全篇摘录 都附在了 这个三国志的后面 所以这篇文章呢 他概述了曹操的生平 抱负的变化 可以 也可以看作呢 是他 55岁以前的 一个自传 那么曹操死呢 是在220年 这个是 这个210年 写的 所以就是说 在他去世之前 10年 他写的 这个呢 确实是 这个咱们 可能有同学 也对曹操感兴趣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曹操他自己写的文章 从中呢 也可以看出 他年轻时候的 这个经历 真实的经历 是怎么样的 下本呢 咱们就 开始学习正文 让线 自明本之令 故时举孝连 年少 自已本费 盐血 知名之事 恐为海内之人 海内人之 所见凡于 亦为一俊首 好座政教 已建立名誉 使世人明知之 不在济南 使除残趣会 平行选举 为武朱长世 以为强好所奋 统治家货 故以并还 这个第一小段 就从他这个举消联 开始回忆 孤 这个孤呢 是 侯王 自称的签词 因为当时呢 曹操呢 是任丞相 丰 武平侯 所以他是侯王 侯王呢 可以自称为孤 咱们都说 知道这个 皇帝呢 自称为寡 寡人 那这寡人 他不是别人 能够 说的 所以这个侯王 绝对不能自称寡 自称寡你就是 剑阅了 那是杀头之罪 所以他只能称孤 时举消联 使 在这是当初的意思 我想当年 举消联 这个举呢 咱们说过 这举消联 显然是被动用法 就是被举为 孝联 这个孝联呢 咱们也 原来也讲过 他是当时的 这个 就是一种 就是举为孝联 年少 就是年纪很轻 他当时举消联的时候呢 应该是二十岁 所以呢 在这儿成为年少 自以本非 岩穴之名之士 自以 就是 自己 认为 本非 本来就不是 岩穴之名之士 岩穴呢 大家 这好懂啊 就是岩 岩呢 就是岩石 穴呢 就是山洞 那么岩穴在这儿呢 就指 代指 隐居 因为一般隐居呢 他说是隐居在山林 隐居在山洞里边 所以 岩穴呢 就是隐居 隐居的 代称 知名之士 就是隐居呢 而又非常有名望的人 孔为海内人之 所见 凡于 欲为一俊首 这个是 什么意思 什么叫 这个关键是 这个知字 这个知字呢 在这儿呢 就是 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孔为海内人 海内人就说 这个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 当时说的海内 就是指天下的人 就指这个 当时的这个 所有的领土了 孔为 就是 害怕 所见凡于 所见 就是 所看到的 凡于 就是指 平凡于笨的人 所以 这整个这句话 就是 恐怕 唯恐 成为 被海内人 所见到的 那种 平凡 而愚笨的人 成为这句话 是这个意思 欲为一俊首 我只想 作为一个俊首 好做正教 这个好 就是 可以 就整个这句话 可以翻译为 认真搞好 政治 和 教化工作 以建立名誉 就以此来 逐渐树立名声 使世人明知之 这好走 过在济南 使 除参 去会 所以 我在济南的时候 这个呢 是 汉陵地 光河 末年 曹操呢 曾 任这个济南的相 济南呢 是 东汉的 这个 王国之一 他治所 在 东平陵 就是 现在 山东 张秋一带 所以呢 我在济南的时候呢 使 除残 去会 就是 开始 这个使是 开始 除残 去会 这个 就是 清除 残暴 污秽 因为 曹操在任 济南相的时候 他曾 奏勉 阿富 贵气 贪赃 忘法的 掌力 八个人 就是 他上奏 弹河 八个人呢 他这些八个人呢 就是 六须拍把 而且是 贪污得很厉害 而且呢 他禁止 这个淫寺 就是说 这个到处见庙啊 什么 这种 这种行为 所以呢 他说呢 是 他自己 归结为呢 是除残 去会 就把这些 贪官污吏 和 一些 不好的民风 都去掉 平心 选举 唯武 诸昌市 平心呢 就是说 以公平之心 选举 就是 建举 选拔 建举 人才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他 不阿富 权贵 而是 非常公平的 出以公心的 来建举 人才 这样呢 结果呢 是唯武 诸昌市 昌市呢 咱们上节课刚讲过 就是 就是当时 在皇帝身边的 一些 权力很大的 宦官 他们呢 掌管 传达 诏令 和处理文书 他们 总是 这个 在皇帝周围 皇帝的左右 所以呢 权力是 非常大 一般的人呢 不敢得罪 而曹操呢 由于他 平行选举 他没有 建举 这些 宦官的 亲戚朋友 所以呢 唯武 就是得罪了 得罪了这些 朱长氏 违背 冒犯了这些 宦官 以为强好 所奋 这个以为 就是以此 为强好 所奋 就因为这件事 被强好 所奋恨 恐制家货 唯恐因此 而导致 家里 遭殃 故已病还 所以呢 以病 在这 是借口有病 而 回乡了 这个 曹操呢 任济南相 欺满的时候 朝廷呢 调他为 东郡的太守 就是在 这个东郡太守呢 这个治所呢 在河南 濮阳一带 结果 曹操当时呢 他就借口有病 辞官回家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小段 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当初被 建举为 少年时 年纪 还很轻 因为自己 认为自己 本不是 隐居山林 而名气很大的人物 因此 很害怕 被天下人 看作是 平凡 而愚笨的人 我 只想 做一个 俊手 认真 搞好 政治 和 教化 工作 以此来逐渐 树立名声 使各方面人士 清楚地 了解我 所以 我在济南 开始 扫除 贪官污吏 出以 攻心的 选举官吏 结果 却 冒犯了 那些 中常事 由于 我 被高官 豪强 所记恨 我害怕 给家人 带来灾祸 所以 就 借口 有病 还乡了 这一段呢 这个 曹操主要说明啊 这个表明 自己从小就没有什么野心 一直就是 只是想 做一些实事 用咱们今天词说 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并不是想 当什么多大的官 更甭说皇帝了 当时只是想做一个俊手 后来呢 还辞官了 所以呢 这些都说明了 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下面一段 去官之后 年纪尚上 故事同岁中 年有五十 为名为老 内自图之 从此 确去二十年 待天下清 乃与同岁中 十举者 等二 故以四十 归乡礼 与桥东 五十里 筑经社 与秋夏读书 冬春社列 求底下之地 欲以泥水自闭 绝宾客往来之望 然不能得意 后征为都位 谦典军校尉 一岁耕 欲为国家讨贼立功 欲望封侯 做征兮将军 然后提目道言 汉顾征兮将军曹侯之墓 此其至于 去官之后 就说他辞官之后 年纪上少 当时曹操辞官的时候 大概是三十来岁 故事同岁中 同岁在这指的是 童年被举为少年的人 我看童年被举为少年的人 年有五十 当时他刚三十来岁 但是童年被举为少年的人 已经有五十岁的人了 为名为老 就是说没有获得老的名声 就是说大家都不认为他们很老 内自图之 就是内心里呢 自己图在这是思量的意思 自己心里思量 从此却去二十年 这个确确是再过的意思 再过二十年 从今往后再过二十年 那么他现在三十岁 再过二十年 他有五十了 带天下清 天下清的意思呢 就是天下太平 乃与同岁中 时举者等而 乃在这才 才和同岁中 就是童年被举为少年的这些人 时举者就是 这个时也是才的意思 就是指五十岁 才被举为少年的人 等而 那就是和他们的那个 当时的那个岁数一样 就是说也五十岁了 不以四十日归乡礼 这个四十呢 是四季的意思 于乔东五十里住京社 这个京社啊 指的是 京社呢又叫京卢 指的是讲学读书的房子 叫京社 乔东呢 是这乔呢 是县名 在今安徽的 也是在博县 是曹操的老家 所以在他的老家 东边五十里地 盖了一个 讲学读书的房子 欲秋夏读书 东春涉猎 求底下之地 欲以泥水自闭 绝宾客往来之望 然不能得意 这几句比较好懂 秋夏读书 东春涉猎 这没什么好解释了 求底下之地 求底下之地呢 这在这儿呢 就是求这个不引人注意的 就是隐居啊 寻求可以翻译为 寻求幽隐的出所 欲以泥水自闭 也是 泥水呢 在这儿呢 是指这个乡村隐居啊 用乡村的泥水呢 来遮挡自己 不让别人看见 所以都是在农村隐居的意思 绝宾客往来之望 就断绝和宾客的往来 那些宾客们 希望和他往来的愿望 然不能得如意 然而呢 这个事情的发展呢 并不能够 使他完全 合自己的心意 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感谢观看